Derek 我感到很累啊 Derek 我感到很累啊 Der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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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很累啊 他意思是說他要害死容 他要害死容 他要害死容 好累啊 Bruce 與兩妓女追思李文一臉呆滯 二姐靈堂哭喊 他害死我妹 我妹妹去到的地方 都是充滿笑跟安心 所以我會盡量剪短 因為很難裝我快樂 我借用我妹妹 以往很愛說的一句話 每次她去演唱會都會說 她會說 今天 你可以選擇去很多地方 但是 你選擇來這裡 所以我謝謝你 今天是歌壇天后李文的香港追思會 丁堂布滿整片白紫色花海 包圍著燦笑的李文 讓知青好友再也忍不住 當場淚崩 我自己失去過知青過 我知道你們很辛苦 我會一直幫你們祈禱 我從念書的時候 Koko李文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我的天后 她唱歌 她跳舞 她的講話 她的一切 我都覺得怎麼有一個人可以這麼完美 她是點燃我 唱跳 那一位天后 那一位巨星 我跟她認識大概二十年 July 5th It's my daughter's birthday 她選擇這一天的離開我們 她跟我開一個很大的玩笑 我也不喜歡 以後每一年的這一天 我是要做生日 還是要做祭日 好友珍妮 蕭雅軒 韓紅等人都特地來送別 郭富城 張學友也送上獻花 人在澳洲雪梨的阿妹 也沒忘送上 你是永恆的花懶悼念 還透過經紀人陳振川分享出一張天空出現Coco Lee的字樣 親愛的Coco 你在那邊都還好嗎 一直沒有機會跟你說 你就像是我一個很親密的戰友 我一直都很欣賞你 對於唱歌和表演的堅持 你的歌聲 就像天使為這個世界帶來了許多的色彩 今天我想跟你說 你留下的所有的美 一切都是永恆的 Coco 天生就是明星 是永遠帶著陽光 效能的偶像 謝謝你 為了這麼明顯的星星 你會遇到每個人 你的熱笑 充滿愛和能力 超過五十位藝人一起追憶 那位大家心目中永遠的天后 而李文的前夫Bruce 也帶著兩位妓女獻身靈堂 就坐在第二排 但全程沒掉一滴淚 表情木納 讓網友越看越生氣 有來到�牠 又心死生靈堂 不小心 它心很累 牠會發起來 也要把狗狗狗生靈堂 有很多 Balvin 公寄結束後 李文大姐二姐突然情緒崩潰 還大喊她害死我妹妹 隨後被消音 直播畫面也拉成圓景 我們這次準備了李文的扇子 我們特別訂製的 就希望說 她可以記得我們台灣的粉塞這麼愛她 然後以及我們有準備了布條 然後跟花 然後還有我們親手做的卡片的部分 我們大概二十五個人 然後就是從小都很喜歡李文 然後就特地要一定要過來 好好地就是送她一程這樣 天生我左邊的催 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其實我左邊是不不平 所以每一次叫我 其實都是會辛苦 很多朋友經常都會發現 我第一次乖乖的 我上班就告訴大家 可能有一天我沒辦法遇到一步 或者沒辦法走過 但如果是每一輩子 每一輩子都會送給你 給你採訊 我們從小時候很相信 做人真的要心地苦 因為每一個人的辛苦 他們面對的困難 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今天 可能你好像 可能比你臭一點的人 你不知道他在家裡 才能受到多少苦 或者他在工作上 受到多少苦 所以我覺得 永遠如果我的笑容 我的歌聲開大給大家 少許快樂 然後我們來找到一個小時候 天才會說得瑟哥 為人家 叫我 來 真的 我 你 你 你